在行為上面對於我們的國人對於防疫上面的共識跟決心 那是一個挑戰 更對我們防疫的公權力來講是一個藐視 根據我們掌握有一對韓籍的夫婦是在2月25號 進入蕭港機場入境 那由於他們當時的一個身分是符合居家檢疫14天的規定 必須依規定在入境之後14天限制住居 中間有短暫的外出購買一些食物回到旅館 但是在3月10號那一天這對夫婦就漢然的拒絕 簽收這個拘法通知書 那在幾星溝通之後我們請到警察局外視科這邊的同仁 介入他們仍然堅持他們是不受這樣的法規的限制 在行為上面對於我們的國人對於防疫上面的共識跟決心 那是一個挑戰更對我們防疫的公權力來講是一個藐視 通知書或送達拆除書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有相關的包含我們的防疫同仁以及警方外視科 這一部分的同仁在旁進行必要的協助 他們目前是那個狀況說只有1400塊的台幣 因此先扣留1000塊這個部分我們是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常理來講是很難完成這個再一個多月 台灣從南到北這樣的旅遊的行程 平靜的確診 平靜的確診 我們大家可以幫忙 我們每天 平靜的確診 我們今天就有約氣 我們今天要去混賬 完成 是我們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的糖果 我們今天要做 我們一些詳情心 我們現在讓我們